云深不知处,竟是,下雪了,一兵鸡玉骨地貌美昆泽靠坐在床上,凝望着那团握在锤枝上的摆,前岸旁斯文清俊的男人忙停下辅奏,走过来握住他冰凉的手,慢慢输入灵力,语气温柔,等你好了,我陪你出去赏雪,美人转过头来,他的唇色极淡,眉间亦染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玉色, 看起来若不禁风,但这丝毫不减他的轻艳俊美,那如同刀材的墨色长臂以及坚定不移的眼神,并容难掩傲骨 蓝湛,美人拢眉轻患,单单一声便能让世上任何前缘软了身骨,不怪世人都在宜灵魏式的魏英,芳华绝代,魅骨天成 蓝湛却垂眸看着掌中细瘦的腕,手指微微一圈,心疼泛起,又瘦了,即便他花了无数心血,细心呵护,魏英仍如一朵留不住养分的鲜花,看着娇艳,十一走向枯败 魏英,我该怎么做,才能救你 看魏英已出了汗,蓝湛不敢再继续输入灵力,拿过帕子轻轻擦去他脸上汗水,倦了吗?要不要休息一会? 魏英叹气,我何曾离过床 他以前是多么爱玩爱闹的人呀,虽是昆泽,却从来不喜欢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蓝湛没忍住那份疼惜,用唇轻触魏英的手背,轻过后小心抬头,好似怕心上人生脑 抱歉,我不是,魏英眼角一红,艳如烟霞,却把蓝湛急得脸色都白了 你莫哭,傻子,魏英想笑,那泪却一颗一颗滚落,不是生气,而是无法说出口的遗憾 对,我是傻子,蓝湛拇指轻轻抹去他的泪珠,脸上十足地懊恼 魏英哭了一场,很快又昏睡了过去 蓝湛如往昔那般,默默守了他一夜 过了半月,外界风云传了进来 齐山温氏不敌讨伐之事 宗主温若寒被杀,而受伤的温氏少主温朝拱手让出八成家底求和 并亲自立誓若无仙都同意 温家子弟,绝不离开不夜天 仙都金光善眼缠这份温氏残事 欲奈为己用,故作犹豫后应允 魏英听完当即心神大痛,吐血昏迷 蓝湛心急如焚 请亲兄蓝西辰一道出手 两人辛苦三日,才保住魏英飘渺不定的命火 蓝湛随后被蓝起人传去问话 你竟然将魏家的公子偷偷藏在静室 你,你是不是抢逼了人家,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蓝湛,侄儿知道 你知道 蓝起人气笑 那你可还记得,他是江氏少主的未婚妻 魏将结亲之事一开始并未传开 直到魏氏被温氏灭门 魏氏公子失踪 云梦少主将成一份填膺 当众宣誓要为魏家讨回公道 先都问起,才知道两家已定下婚事 蓝湛语气煞时冷硬起来 记得,但他不配 你 蓝起人差点一口气上不来 他再不配,人家也是有婚约的 你呢 蓝湛沉默 如今伐温已结束 将是和剩余的魏家子弟 甚至先都府 都派了众多手下在寻找魏公子 他们很快便会找到这里 你又能藏多久 蓝湛仍旧沉默 他完全听不进去 也不想听得倔强模样 又把蓝起人气到了 但再出阁 也是自家侄子 且为那位英魔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不敢逼得太急 只能劝道 妄姬 你不能这样 魏公子不是谁的物件 你一直藏着他有何意义 就算魏氏不在了 魏家还是有不少顾旧的 魏家殷亲也还在 云梦江氏经此一遭 势力已不同往日 便是蓝氏也在其之下了 踩着魏氏血仇扬名 蚕食魏家势力上位 云梦江氏自然厉害 将婉淫 蓝湛谋色发沉 旺姬 旺姬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蓝湛起身抱拳 叔父 魏英就要醒了 折先行告退 蓝起人瞪着他利落离开的身影 一时间魏反应过来 蓝旺姬 魏英睁开眼睛 便看到蓝湛坐在一边捧着药 我睡了几日 三日 蓝湛把他扶起来 药温正合适 先喝药 好 我 魏英正要抬手接过药 蓝湛却微微避开 不容拒绝道 我喂你 魏英一愣 随即笑了笑 乖乖张嘴 喝完药 蓝湛又认真给他把脉 魏英静静看着合着眼帘的蓝湛 突然想起两人初识的那一幕 那时自己听说碧灵湖有吃人的水碎 便自告奋勇带着孟瑶去除碎 不想那是水行渊作怪 他们的船被绞入乱流 幸好遇上了同样来除碎的蓝氏二公子蓝旺姬 被他所救 孟瑶才免于遭难 时过境迁 孟瑶现在是被先都亲口认回家族的爱子金子瑶 不再是需要他出言为户的落魄私生子 而当初被自己看一眼便会脸红躲闪的蓝二公子 如今也不是那个矛头小子了 他是成熟稳重的韩光君 佼佼君子 紧行韩光 蓝湛确定魏英迈向平稳 正松了口气 一时没听清魏英的低语 可是哪里不是 魏英定定军寻蓝湛俊雅出臣的脸庞 蓝湛眼寒不解 魏英 魏英摇头不语 蓝湛犹豫一瞬 还是将今世和江世大四派人寻魏英的事说了 他曾答应过对方 永远不会欺瞒他任何事 我知道了 魏英却并未多问 只关心起另一事 江家修士也撤离了 是 蓝湛微微点头 魏英笑得苦涩 江叔叔 真是连最后一点情面都不留 枉费父亲当年替江家奔走相互之心 江老宗主早在乏温之初变半隐退 云梦江世 宗物已全权交给了江少宗主 罢了 谁也靠不住 魏英神情颓败 你还有我 魏英 我会帮你 蓝湛紧紧握住他的手 态度坚定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就算是他的命 他都愿意 真是傻子 魏英这次却没说出口 你要如何帮我 没必要在托兰家下水了 便是剩下的魏家人 罚温已结束 他父亲不在了 估计也不会再坚持复仇之念 温氏之所以会围攻魏氏 说到底是因为强娶自己不成 想来他们也不愿意拥护一个祸水做宗主 否则不会至今无人寻到自己面前 魏英道不怪他们 其实就连他都更恨自己 拖累了家族 无需蓝家出面 我自己来 蓝湛语气铿锵有力 英温氏欺压而败落的门派不少 不是所有人都甘心放下人仇家恨 我已私下联系他们 待做好准备 便一道攻入其山 顿了顿 韩光君的名号 亦可拿来一用 魏英眉头微动 你无需如此 蓝湛心意已决 我心甘情愿 魏英 可不可以 让我帮你 魏英清楚蓝湛未尽之言 他并不是所求报仇 而是想要自己的一个点头 好似那样 便是得到了最大的肯定 名正言顺 骂 魏英摇摇头 蓝湛眼底有些失望 但很快将他藏了起来 真是个温柔的人啊 像一束安静却明亮的光 单单是看着 都让人心里发热 魏英默默地想 若是一切都未发生过 若自己仍是那个不安事事的 魏家小公子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走进这片暖阳吧 我知你的心意 但不能连累你 魏英竖起食指 轻轻抵住蓝湛欲言的唇 都说薄唇之人最薄情 蓝湛的唇 却如他的人一样暖暖的 我知阻止不了你 若蓝二公子执意如此行事 请允魏英一个条件 你说 蓝湛不曾迟疑 与我截到履气 魏英伸手抚着蓝湛的脸 对方猛地睁大的眼 逗笑了他 蓝二公子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会心动 很正常吧 蓝湛有些紧张地解释 我做这些 并非是为了逼你 毕竟是梦寐以求的事 他拒绝得有些艰难 没关系 不想说 对方猛地解释